大家好,我是白熱聖騎士 所謂天下武功,尾快不破 想當年我一路從南天門看到風來動路 是血流成河 可我就是收起道路,收起道路,收起道路 一眼都沒炸過 大家好,我是修芬妮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呢,我們要來玩白熱聖騎士 跟上一部的這個盾丁不太一樣 首先我們看到屬性點的部分一樣 力量點到可以存裝備 敏捷點到136 因為我們要拿悔恨,就點到136 那剩下的呢,全部灌體能 好的,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這個技能配點的部分 好,盾牌重擊我們點1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是要玩這個白熱 也就是熱神打擊 對,盾牌重擊點1,衝鋒打擊點1 這招拿來趕路非常的好用 然後呢,神聖之盾點滿 然後這兩個前置點1 然後呢,犧牲打擊 以及這個熱神打擊的部分呢 全部點滿 這兩招全部點滿 因為犧牲打擊它可以增加這個熱神打擊的這個 每等級加12%的傷害 所以也是要點滿的喔 那目前我等級是來到84級喔 我覺得這樣子點數已經很夠用了 好,再來我們看攻擊靈氣的部分 我們前面這三招點滿 然後狂熱把它點滿 前面這三招點1就好啦 狂熱把它點滿 那防禦靈氣的部分呢 我是這邊進化有點 然後 活力也點1 活力可以拿來跑步啊 然後呢,進化可以拿來戒毒啊 或是中詛咒的時候可以開進化 來減少這個詛咒的時間喔 好,那這邊大家可以看 你們有需要什麼靈氣也可以去補 因為我覺得點數是滿充裕的 像我現在84級 我該點的都點了 吸陣打擊 熱神打擊 神聖之盾 然後狂熱 這些我是覺得最重要的 這些我是覺得最重要的 都點到了就OK了 好,再來我們看到裝備的部分喔 武器 悔恨 目前的這個攻速是來到了 163% 163% 然後呢,狂熱目前是25等 所以163再加36%攻速 等於199% 199% 199吃到飽 好 武器的部分 是這個 悔恨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其實 整套裝備來說 最貴的就是這把悔恨而已啊 悔恨你說他貴他好像也還好 因為他只要一顆28號就可以了 其他都是非常 我覺得蠻好取得的裝備啦 然後 武器的部分悔恨 然後加38%公主 好,頭盔的部分呢 是這個集用之點 然後像一顆15%公主的白熱寶 那衣服的部分呢 是背信 那背信這邊的話 如果你們覺得 呃 呃 那個什麼 甲殼 凱琳甲呢 他需求力量太高的話 你們可以用些需求力量比較低的 來做 阿呼聲服的部分是大君之怒 然後薩卡蘭姆的使者 打動箱一個15%公主的白熱寶石 那手套的部分呢 一樣是用這個 門土的綠色手套 手掌的安置喔 還有20%的公主 然後呢,戒指的部分 我是用一個雙吸戒 然後還有一個烏鴉之霜 那腰帶的部分呢 是使用這個吸血鬼王勝圈 好 鞋子的部分呢 我現在是用小妖精 但是呢 小妖精我覺得 沒有很好 因為我剛好沒有這個石肉騎士喔 如果你們有石肉騎士的話 穿石肉騎士會更好 因為他有這個30%的高跑 那我剛好沒有石肉騎士啦 不好被我丟 我丟掉了 然後我就先穿小妖精 然後呢 身上呢 我們就是一些 抗性的板子啦 然後還有一個德魯伊 嗯?德魯伊的火炬 好沒關係 加減用 因為聖騎的我之前把他賣掉 所以呢 這個技能等級啊 如果我是用聖騎的火炬喔 這狂熱會來到28的 好 副手一樣戰招 以及這個 精神盾 他還喊戰招用了 好 再來我們看到傭兵裝備的部分喔 武器 我們選擇死神的上中 當然有五行的是最好 然後呢 可以打一顆洞 好 香一顆夏 來增加他的攻速喔 因為死神上中 他可以觸發這個衰老喔 可以讓你對付這個 物理免疫的怪物 那頭盔一樣是安頭 香一顆拉爾 衣服的話就是 無性的鋼藝喔 那當然如果沒有這兩件的話 你們可以用其他的 裝備替代啦 像背信啊 阿拉夏頭盔啊 吸血頭盔 都可以取代喔 好的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我的攻速是 163%加上狂熱的這個 36% 來到了 199% 我們來看一下 199%的這個 熱身打擊喔 非常的快喔 來我們把這個 音效還要開大聲一點 大家可以聽一下 他這個攻擊的聲音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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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非常的快喔 相信這個攻速已經是突破舊版的這個上限喔 有點吵 那我們現在呢 我先把背信脫掉好了 背信45%拔掉我覺得還是差不多 我感覺不出他有什麼差異啊 已經快到我已經看不太出來了 那如果我背信 然後我再把狂熱關掉的話 目前攻速來到了 這個118喔 喔呦 這樣子你就明顯的變慢很多很多對不對 然後吹上去 喔素素狂啊 這個真的是素素狂啊 所以呢目前這個狀態已經突破了 這個舊版的上限很多了喔 好再來呢是這個熱神打其他的優點就是他 他跟那個盾牌重擊比起來呢 他是算範圍技喔 可以讓你清怪比較快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他的打怪效率如何 目前這樣打起來呢 我覺得他的這個 效率不錯 那安全性呢 效率很好喔 我覺得算很好了喔 哇這個衝鋒打擊跑起來也是非常的爽 其實我覺得就一個近戰職業來說呢 他打起來真的是已經非常的爽 已經算非常的爽 非常的舒服喔 給你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那剛剛忘記提到喔 我這個傭兵是用這個 反抗靈氣的傭兵喔 反抗靈氣的傭兵是增加這個防禦力 防禦力 來增加我這個生存力 好 你說近戰的 近戰職業就是這樣 你就一定要貼到怪的面前 才有辦法輸出喔 不像法師說喔 站遠遠的 就可以 就可以那個 就可以攻擊喔 我看打起來真的是非常輕鬆喔 那我們因為穿背信呢 如果觸發這個影扇的時候 會變得更硬喔 超級強 欸真的超級強 好 玩起來比盾丁好玩多喔 如果盾丁就是拿來 真的是拿來打傷亡的啦 會比較適合拿來打傷亡 這隻是硬化外皮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他打巴爾的速度 快不快喔 其實蠻快的喔 只是有時候會出現miss啊 其實蠻快的喔 整體來說喔 整體來說喔 第一個是他的這個 安全性蠻夠的 然後玩起來又蠻爽的 你看攻速這樣子 速速速速速速速 你會真的是覺得蠻爽的喔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這部影片 希望對各位會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再次